哈喽大家好 我是最近 大家都说我变美妇的很多老人 其实根本就没有人了 我最近呢 问小伙伴们想要看什么样的视频 有很多的小可爱 尤其是我的小姐妹们 就是我想看一下 Skin Care 护肤 然后我就坐在这里想 自从我不悟了 青熟灵以后 我皮肤的战斗力 抵抗力 就直接想 然后最近天气又变暖 我有时候出去特色 回来一圈就发现 没有做好防晒 脸上就开始出现红线丝 开始暴斗 开始上火 开始出现各种问题 然后我的皮肤 已经不像年轻的时候 可以一夜恢复过来 就是因为最近烂脸 才要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晚间护肤流程 给那些跟我要 上了年纪 不 正在往上了年纪的路上 走着的小可爱 一点点小姐 Let's get it started 我今天呢出现了 所以大家看我的妆 还没有卸 有已经掉了的程度 那我们就把剩下的都给卸掉 首先 AO卡住 我的发际线简直 宽得像我家旁的那条痕 再来开始卸妆 我卸妆的时候呢 是比较粗暴的 建议大家不要耿直 好了 可以洗了 好了 现在你可以看到 你的妆成功的 没有完全洗掉 然后我们会进行二次清洁 然后我把它洗掉 再来这一步 虽然不在 护肤流程里面 但是也要给大家展示一下 看什么 因为你们以为 我每天都不刷牙 把它刷一下舌头 现在用你非常廉价的化妆点 把多余的水分 给擦掉 好了 现在大家可以看到 我真实的裸脸 都没有撒谎 是真实的赖 在我用我真正的护肤品之前呢 我最近的一个routine 就是用一个新闻的机器 现在我步入了25岁之后 大家都去美容院 做一些facial 美容美容院 但是这边 大家知道我住在纽约 然后纽约的美容院 我是天下玩不起 所以我最近用种草的这个 可以自己在家 给自己做facial的一个仪器 这是一颗美的一个 非常高级的美容院 据说它是根据亚中人的面部 设计的一个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打开以后呢 它是分为五个档 分别是额头 眼周 眼颊 唇上 和 甲 我一般会先从下巴开始 因为毕竟 我是拥有双下巴的人 所以 有脂肪层比较厚 我听大家都说 用这个特别特别痛 我觉得就还好 可能 可能是因为脸皮厚 其实有一点小刺刺的 腋里面的脸也一样 还有我呢 大脑梅子 做额头的时候 它是横着来的 身上是 我胳部位 里面最痛的 哈哈 帅爽 身上好像是 给自己刮活 我最喜欢 喂 我现在已经用人了 但是第二天 还是可以划 你美美的妆 出门那么好 我忍了 好了 用完了 大家可以看到 我现在的脸 就像被人 网上二百个耳光 这个时候就需要你 敷一个镇定脸膜 然后火辣辣的 你感觉压下去 有什么面部 我也不知道 OK 广告之后 我马上回来 啊 OK 那玩笑 我马上就回来 OK 我回来了 我们来把面部洗掉 首先再拿出一篇 你连接的黄露面 对了 没错 我已经在用 抗帅老的眼霜了 要成熟的对待自己的 眼不肌肤 也呢 最后一步 因为我特别的喜欢用 拔干的虫彩 早上前来你的嘴唇 才会放着人好听 那我的Skin Care 代理就是这个样子 这个仪器呢 我大概一周会用两次左右 非常适合 像我这种 青树林的中年少女 就是皮肤刚刚浮现 摔到我正常的一些小可爱 这个激光呢 可以促进蛋白带生 所以 试试一下 当然最好的Skin Care 就是早睡早起 but I can't do it Nobody can do it Right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有小可爱 觉得好用的产品 我们再评论去 一起交流一下 and yeah 如果你有什么 其他小可爱的视频 也可以在评论去告诉我 and I'll see you guys in my next video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Bye